是 这个吗 不是 不是这个 也不知道落哪儿去了 男人的第六感告诉我 站在我面前这个人 虽然语气可道 但浑身上下透着一股 令人不熟的赢家优越感 怎么在哪儿都能见到这个人 直觉告诉我 这个人并非假放那么简单 这种感觉太糟糕了 如果是女生们这么见面 这种情况马上会熟络起来 男人之间就无 我给夏天买了海鲜粥 你要一起吃点吗 哦 好啊 赶早不如赶巧 虚总 粥我已经吃过了 容易吧 好 那真是太遗憾了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不送了 今天招待不周 以后 还请多多关照我们在夏天 一定 Mohammed 那有没有 我 我给你打扫鸡的 不要动作 你不要动作 你并定正在学习 你重招啊 seu招了 把你重招了 你重招了 你重招了 他说我甲方这事你很生气 但是 我就才不敢跟你说的嘛 你丢手机遇到他 你取回手机又睡在他家里 光这两点我已经接受了很久 现在你又跟我说你跟他在一起工作 会不会太巧合了一点啊 你要不喜欢我现在就解约 向天 没有不让你接这个项目 只是你不觉得这一切我知道的太迟了吗 那我今天也是不是让你正大光明地过来了吧 如果我心里有鬼 害怕的话 我肯定就不会让你来了呀 是你主动叫我过来的吗 是我想尽办法来看你的好不好 所以你现在还要一直跟我吵下去是不是 你今天过来不就想看我感冒有没有好一点吗 有没有心情好一点 累不累 那我也是我看到你以后我觉得很开心 我现在感冒得好得差不多了 我知道这件事是我不对吗 但你继续要这样跟我吵得快 我也会很难过的 我知道这件事情我错了吗 那要怎样吗 好了好了好了 完了 程达 你没办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关医生是叫关心吧 对 我之前呢遇到过一家黑心医院 用的那个填充材料都是过期的 真的差点就毁容了 全靠关医生 是他拯救了我这张脸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人好心善 这不是他的本职工作吗 凭什么就人好心善来啊 我都想嫁给他了 所以因为他长得帅 他就可以欺骗 撒谎 背着夏天在背后跟别人相亲嘛 现在道德底线都那么低了嘛 夏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本来还想找一个恰当的时机 今天竟然以这种方式就撞见了 那许泽豪现在纯属胜负欲上头 对我太过热情 男人嘛 天生就喜欢进攻和掠夺 发现有竞争对手就动力十足 等过几天他热情消散了 也就没那个动力了 自然也就了 关心嘛 就从来不会啊 他总是很宠我 也很包容我 从来没见过他有懈怠的时候 好像总是二十四小时的standard 所以我之前在物质方面坚持和努力是对的 正是因为有了现在的条件 我才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夏天的甲方 好 大半夜是要加班吗 下来开门 我在你家门口 有事电话说 我想起来我落的东西在哪儿了 不是说不是这个本子 你们这屋子白天采光它有问题 给我本子颜色都照片了 没事就请回啊 好好好 有事儿 有事儿 明天一起吃个饭 我看起来很闲吗 我肯定不是无缘无故要请你吃饭 我肯定不是无缘无故要请你吃饭 我是个原因的 随意上门挑衅我男朋友 还没有时间观念 您的无缘无故实在是太多了 我是发现了一家设计感很强的店 你每天窝在这个屋子里边工作 哪有灵感啊 是不是 都是为了项目好 那说好了 约法三章 第一 上门之前一定要打招呼 第二 不许跟我男朋友瞎说话 第三 我们之间没有四十 四 明天见